捉迷藏大赛第二期来了 这个上一次捉迷藏还是在上一次 很多粉粉们都给我发消息 碰我是不是把捉迷藏这回事给忘了 我这真冤了 因为上一次我玩过这个玩法之后 发现有很多改进的地方 比如说在录四彩的时候 经常是我刚到一个岛上 就会被一些粉丝追踪然后逮到 但是如果我用其他的账号呢 又没有人会来找我 真的很是苦恼 于是我做出了一个违背主播圈子的决定 那就是我先开隐身藏好 之后再把隐身关掉让你们来找 这样的话真的保证我在藏的时候 不会被你们找到 还能顺利的进行游戏 只是这每周的隐身次数就相当不够用了 但是没办法 谁让我自己之前夸下海口呢 这哭着也得进行下去啊 好那么好 第二期的蛋仔岛捉迷藏大赛现在开始 这里已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看 鸣儿 藏好之后我会拿相机出来观察你们 你别说 你还真别说 我还蛮喜欢这种偷偷摸摸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们绝对找不到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个地方 哦 看样子已经有很多人追过来了 这次我就不信还能被苗找到 绝对是万无一失的 哎呀 看来这次躲的地方很是成功啊 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一直没有找到我 你们不会是不行吧 你好 哎 这个火龙果是 哦 还好 我就说嘛 哪有那么轻易被找到 呃 不过你们不会真的就找不到我了吧 你好 哎 又来一个 这次 好嘛 还是被找到了 不过这龙的捉迷藏还不错 起码没有一开始就被找到 还可以 那么恭喜这位叫千万的分分 还是老规矩啊 发展力速才留到最后发 我们开始第二轮 开启隐身然后换倒 那么难找到地方都能被你们找到 看来还是有点小瞧你们 不过我还有绝招 嘿嘿 没错 就在这 怎么样 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顶多只能看到我的小舅舅 这谁能发现我 来吧 平时你们不是能找吗 再找一个我看看 先把相机位置调一下 OK 就这样 哟 这次这么多人找我 比上游龙都多了 不枉我直接开隐身层啊 不过这次的位置可不是说找到就找到的哦 找着你了 啊 不是 我这么隐蔽的地方 你说找着就找着了 什么情况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本来是想去飞机那看看有没有 没想到刚过去就看见你名字了 最后就找到你了 好好好 算你厉害 我给你输大猫哥 这次的粉丝 果然是藏哪都能找到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还是得重新想个法子 好 那么好 这期的桌面藏就到这里了 奖励都给大家兑现了 我们下期桌面藏再见 拜拜 又送12倍蛋兵